我是ICU医生,刚刚跟小孩通过电话,祝福他早点睡觉,而我,还在办公室,面对着电脑,左手一堆在整理病例,右手抓着鼠标,放不下,默然回首,那人还在整病例,春去秋来,那个人还在整病例,寒网鼠来,那人还在整病例,我说,都这样了,不吃药了,直接点滴吧,气笑快。 效果好,胃痛能忍吗?真的有事敢于执迷胃痛,我从来不赞成带病上班,然而,谁不是一边给自己疗伤,一边给他人治愈?胃痛,是夜班族回之不去的痛,胃痛,在夜班族特容易发生。 一来,夜班族长期熬夜,也是规律紊乱,身体的节律打乱,消化功能容易出现问题,长期的刺激,料变到质变就容易形成消化性溃疡。 二来,熬夜族也喜欢重口味,特别是夏夜班,凌晨了还是撸串串的,无耳不欢,食物的刺激,也是胃部疾病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。 再加上浓茶,咖啡的刺激,胃酸分泌增加,胃棉膜更容易受损。 另外还有幽门罗感军感染,肥灾体类止痛药,吸烟,工作压力大等线密应激等,也容易诱发消化性溃疡。 胃溃疡,十二指肠溃疡,并称消化性溃疡,膜本人也是反复发生胃溃疡。 胃溃疡的典型表现,胃排空口,胃酸增多,胃痛加剧,喝温水或者浸食后因为胃酸吸食,胃痛可缓解,胃黏膜的破损,被胃酸侵食,产生疼痛。 一,规律饮食,不可暴饮暴食。 二,拒绝碳酸饮料,拒绝酸性食物,酸的水果,酸菜,醋多的菜等。 三,拒绝浓茶,浓咖啡,可以适当的淡茶,淡咖啡,这个浓度,因缘而异,自己把握。 如果不能拒绝浓茶或浓咖啡,建议减少量,喝浓咖啡的同时,吃点小点心。 四,肠背苏打类小点心,碱性食物,可在一定程度上中和胃酸,缓解胃痛。 五,胃痛加剧食,停下手中的工作。 六,随身背包,被几粒胃药抑制胃酸分泌药,如奥美拉做长绒胶囊,为棉膜保护剂,如胶皮果胶壁胶囊。 你所前列纯等,抗酸药,如铝碳酸酶的,有一种即可。 七,没有药,胃痛了怎么办? 喝水。 对,喝水吸食胃酸,如果手中有零食,可以吃点零食。 八,拒绝高脂肪饮食。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成功的长了食斤体重,现在有成功的减重食斤。 因为我发现了,毛无叶草不肥的道理。 我上夜班,然后胃痛,然后吃零食缓解。 然后背了大量零食,等胃痛,然后摆上大量吃零食。 后来成功的肿成气球的模样。 现在,把夜班胃痛的毛病解决了。 控制饮食后,体重又减了食斤。 和温白开水,真的可以缓解胃痛。 如果不是亲自体验,我会建议去做胃镜,看看是不是胃溃疡。 然后再用咬,除了用胃酸液剂剂,还会建议使用抗生素。 好了,夜班胃痛了,就给康医生留言或资讯吧。 我是,如果找不到这篇文章了,就给我发私信。 包含胃痛未溃疡的关键词,都会收到这篇文章。 听耳朵今日头条官方说,关注了,才能发私信。 当然了,没小户,用我说的方法,点滴还没有打完,背就不痛了。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了,爱护好自己吧。 慢慢长夜,胃痛只要自己知道,痛也得往肚子里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